全世界瞩目焦点就是中国大陆 这个很重要的议题 也就是一带一路峰会了 首先来看到习主席 其实在会议当中讲哪些金句 比如说公布了八项行动 这都是非常夯实的 什么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 网络支持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然后务实合作 绿色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 民间互动 还有连结之路 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 人家是夯实的合作 那你美国呢 拿出那么多东西 嘴巴很会讲 但是不太一样 然后习主席说 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把别人发展视为威胁 不会让自己发展更快 还要设立700亿人民币的 融资窗口思路基金 新增人民币800亿元 支持一带一路的共建 然后中国进出口银行 也会设立人民币 3500亿融资的窗口 然后还有包括了 这个新增基金 来到了800亿元 一带一路坚持共享 要合作从大协议进入了公笔化的阶段 然后对外开放越来越大 不会搞意识形态脱钩锻炼 我们现在听听看习主席是怎么说的 五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石 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 而是驼队和善意 不是奸船和力炮 而是宝船和友谱 共建一带一路 注重的是 众人食材火炎高 互帮互助 走得远 宠上的是 自己过得好 也让别人过得好 践行的是 互联互通 互利互贵 谋求的是 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 不搞地缘政治博弈 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 反对单边制裁 反对经济胁迫 也反对脱钩锻炼 好 接下来大学 你怎么看习主席说的 我们好 大家也好 没有必要说 搞得这样子单边 这是传统中国哲学思想 对不对 就是不仅是敦清目凝 这是共同繁荣 共同享受 然后就变成就是说 天下大同 就是不分彼此 对 不要制造敌人 然后呢 你今天有一口饭吃 对不对 也让别人也吃上一口饭 对 别人如果成功的话 你也高兴 就是说 别人的成功 也是你自己的一种 一种机会 就这样子 那这也想起了 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念这个孙文思想的时候 其实孙中山也讲过 他说中国将来强起来以后 绝对不要走西方的老路 他讲西方是什么 西方是霸道 他说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王道 对 要走王道 不要走霸道 王道就是什么 就是说季若福寝 然后呢 强起来以后 要做什么 要怎么样 要让这个世界跟你一起 成长发展起来 然后一起来共享 所以我看到现在一带路 我就想起来 我们在高中大学的时候 念的孙文思想 这个是完全相通的 这就他的根基是什么 根基是中国整个的世界观 还有中国的人生观 加上社会的这种 共同的一观 加上国家层次的 你像孙文最喜欢的一篇文章 就是礼运大同篇 这是礼记里面 天下为公的观念 老有所忠 又有所养 废己者 残障者 这些都得到照顾 然后呢 夜不庇护 然后大家怎么样 视为大同嘛 这样子 所以就大同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制造差别 大家都一起 一起 共融共享 那这个 这一次习近平 我觉得他的讲法 是有更现代意义的 这个中国的这种 王道思想 跟这个天下大同的这个观念 那实际上呢 你看他这个演讲里面 他也提出了具体 落实的方案 而不是空谈理论 空谈理想 那我们就以数字上来讲 他这一篇 非常重要的一篇演说里面 他说中国大陆的 国家开发银行 以及进出口银行 要继续怎么样 设立人民币 三千五百亿 融资窗口 对 这就加码进去了 三千五百亿 然后呢 思路基金 新增资金 人民币八百亿 这个是非常大的数目 然后呢 要以市场化 商业化方式 支持共建 一带一路项目 他就提到市场化 商业化 也就是说 不是政府的项目 那有更多的 民间的参与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说 有理念 有实质 而且也展现了很多新的面向 这些新的面向 特别提到廉政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蛮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为在第三世界的话 事实上它的有些地方政治不亲民 可是借着这些项目呢 有这个廉政的标准 也可以提升这个项目的品质 另外有一些新的观念再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概念 对 绿色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说 展望未来十年 对不对 这一次就是一个成先起后的一次 很重要的一带一路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怎么样 阶段性的会议 十年某一件 未来的十年 有更多的新的想法 也有新的做法 对 十年某一件 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这次 真的是高规格来接待这些 一百多位的这些国家的来宾们 比如说中国大陆 这个盛世就是一带一路峰会 结果来看到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举办了迎宾的晚宴 到访各国领导人 其实在长达四十公尺的餐桌 共进晚餐 当然里面非常的金碧辉煌 而且很有巧思 一起看看 北侧为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景象 以此次活动的举办地 北京标志性建筑 天坛为起点 中间穿插装饰 高铁 民航机群 中欧班列 新能源汽车等百件 表现了基础建设 能源 交通 信息等 与各国互联互通的景象 其实晚宴交友还包括北京 交友端上桌 像是北京烤鸭 洋葱牛肉 还有冰花锅 铁 酱黄烧 蟹黄烧麦 还有茅台 我想问一下大使 你怎么看 这真的是高规格 然后这次还包括 像是普丁总统 他也来了 他非常力挺一带路 然后习主席跟他会晤的时候 也说什么呢 他说普丁总统 我的好老朋友 欢迎你来与会 那普丁总统 其实连续三次出席 一带一路峰会 展现俄方的支持 两国政治互信不但深化 朝着2000亿美元的目标来迈进 2013年到现在 跟普丁总统会面42次 建立良好工作关系 明年还是中俄建交75周年 要跟俄方一起呢 体现大国担当 助力两国发展 维护公平正义 我们下来听听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两国政治互信 不断深化 战略协作 密切有效 双边贸易额 创历史新高 正不断朝着我们 共同确定的 2000亿美元目标迈进 2013年至今的十年里 我同总统先生先后 42次会晤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和深厚友谊 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方院同俄方一道 准确把握历史大势 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始终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不断充实双方合作的时代内涵 体现大国担当 为助力两国发展振兴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贡献力量 好大学你怎么看 习普两个人又会晤了 那这又是国际的焦点 我觉得十年来 两国的元首见面46次 可见合作之密切 这个交往之深入 那我觉得这是 中俄两国人民的一个福气 中俄的历史 是漫长的一个历史过程 中间跌宕起伏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骄恶的时间 可是骄恶的时候 对 对两国人民都是不利的 彼此接壤那么长 不用这样子 所以这就表示 不管是普丁 不管是习近平 都体验 中俄这个全世界 最长的一个边界里面 对这两个国家的重要性 那么都以一个负责人的态度 来经营出一个 良好的什么 邻居关系 其实中国一句老话 远亲不如敬临 什么叫敬临 中俄关系就是禁临 对 真的 那是连在一块了 对不对 多数千公里的这个 这个边界 多少事情 要怎么样 要双方的政府 要密切的协商沟通 然后创造 共同的利益 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然后呢 何则两利 分则两害 斗则俱伤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要总结中俄的 这个关系的历史经验来讲的话 那么今天 习近平 普丁 这种做法 真的是正确的道路 而且怎么样 而且是对两国的人民 都有极大的贡献 中俄两国人民 今天能够 共同的这样子 大家能够和平和乐的相处 那也是两国本身发展 社会和谐 然后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向上发展 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那现在我觉得 这一次这个一代国高峰会 那么两国元首再次见面 我想除了总结过去经验 那一定是共同 再往前看 因为这两个大国 不是一般的大国 这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 能够撼动这个国际秩序 能够对国际的事情 能够做出决定影响的 就这中俄美三国 美国现在带头 把这个世界搞乱 美国带头 在世界上搞小院搞墙 搞集团对抗 搞什么 去全球化 那现在更需要中俄两国出来领导 我觉得中俄两国联手的话 基本上世界的稳定 非常可期 然后呢 让这个不稳定的因素 我们今天很清楚来讲 世界不稳定的就是美国 中俄两国都是在希望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下 稳定的发展 让国家得到发展 人民得到幸福跟安乐 美国不是这样想 美国自己国内 现在的众议院院长也选不出来 对 现在有卡关 对 然后经济一大卡 那他把他的问题都投射到国外 对 在外面你看看 哪一个地方的纷争 跟美国没有关系 都有关系 我们三大火药库 俄乌 欧洲的火药库 谁在那边 美国 一样的态度 要停火的时候 谁不同意 美国说不能停火 美国说这个仗不能停 对 第二个 现在 尾巴也来了 打起来了 尾哈尾巴也打起来了 又是谁说不能停的 美国安理会就不同意 对 安理会摆明了 要立刻停火 结果那个决议案 美国带着他的三个小弟 英国 法国跟日本 公然反对和平 公然主张继续作战 那台海现在他还在散 对 三大火药库 都有美国的影子 这时候爱好和平 希望和平的国家 就应该团结联手起来 对 然后呢 对抗这个不稳定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央两国现在来讲的 各自来讲都希望国家得到稳定发展 在这个经济上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政治上寻求稳定 那么在国际问题上呢 希望遵照联合国的国际法 联合国的宗旨 联合国制定了国际法 然后相关的整个的 民主化的国际秩序 来怎么样 来维持这个社会 国际社会的安全 维持社会的和平 所以现在美国站在另外一边 那这个中俄之间的 这是一个利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晤 我们从全球的观点来看 我们如果希望是一个 和平安全稳定发展的一个世界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次 习近平跟普丁的这次会面 有历史性的意义 对这是历史性的意义 美国刚刚大使特别提到 三大火药库都是跟美国没有 都是跟美国有关系 那中国大陆想要呢 扮演和平的角色 尤其是来看一带一路 真的是十年有成 十年模一件 陆上跟海上思路 他们当初的这些国家领导人 也来到了北京 尤其来看到呢 像习近平主席 跟印尼总统左科威会谈 两国元首呢 共同为亚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来节目十月十七号 然后正式开始 三百五十公里的时速 这个是中国速度 这个呢 可以看到印尼可以享受了 还有呢 哈萨克的总统呢 托卡耶夫 他也回到母校 就是北京语言大学 跟学生交流合一 其实在这次会议当中 哈萨克总统 他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也是惊呆的各界 一起来听看看 首先 我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称声 对第三届 一带一路 高峰轮潭传统的热情接待 和晚美组织 表示诚实的感谢 大师你怎么看啊 因为呢一带一路呢 陆上跟海上思路 他们这些领导人 他们也来到北京 这也象征什么呢 一带一路会更加的 更加深耕啊 当然啦 过去中国大陆 在这次习近平演讲之前 中国大陆政府公布了一个 一带一路的 十年 十年为鉴了 中国大陆投入了 两千四百亿美元 投资 投资两千四百亿美元 这里面当然你如果算 这个亚投行的话 亚投行他成立在去年的时候 日本有一篇报导说 他的资本额总是一千亿 可是他放出来的融资 大概不到五百亿 如果这五百亿都跟一带一路 相关的话 事实上的话 那两千四百亿里面有 一千九百亿是中国独资的 这里面大部分就是 透过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开发银行 还有思路基金 所以中国大陆对世界贡献 非常非常大 不是光讲的 那个是真金白银的 那建造的计划太多了 两千多项你要怎么讲 我们光讲一个亚万铁路好了 这是一带一路 这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方面的 这个四十亿美元 应该中国开发银行的 好融资 长期低利融资 那另外还有这个蒙内铁路 在非洲 一条电气化铁路 这个是现在非洲 可能最先进的一条铁路 完全中国规格 那你还有中老铁路 还有这个巴西的那个亚德雷斯 那个港口 另外还有什么 另外还有中巴基地走廊 中巴基地走廊 三百四十亿美元 那这个中间中国过去十年呢 有所谓的六郎六路 哪六郎呢 第一条就是中盟厄 经济合作走廊 这都经济合作 中盟厄 新中亚 新中欧大陆桥 经济合作走廊 然后还有中国中亚 然后西亚经济合作走廊 然后中国与中南半岛 经济合作走廊 中国与巴基斯坦 经济合作走廊 还有一条 孟加拉 中国 印度 缅甸 经济合作走廊 六郎 这六郎 基本上都是非常清楚的 还有六条路 铁 公 水 空 还有什么呢 管路 还有什么 还有网路高速公路 是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然后呢 每一个项目 都有具体的时机在里面 十年下来 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成就 对 中国大陆呢 在做任何事情都是呢 按部就班 而且呢 不会画大饼 你可以看得出来 十年有成这个一带一路 刚刚大使特别讲了他的 很多的成果 那美国呢 画了天 很大的这些基建 根本也都办不到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减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准够